采访团队特派记者 刘仁豪林炳洲持续在土耳其 关注当地的最新救援工作 这次是来到了重灾区 哈塔伊省的港口 登上了一艘临时医疗船 这其实是一艘土耳其军方的战车登陆舰 总长大约是138公尺 地震之后变身成为海上医院 可以容纳大约600张病床 并且配备了X光机超音波 另外也有传染病隔离区 在数十名医护自愿协助之下 地震以来已经收治了大约3000人 记者后方就是土耳其军方的战车登陆舰 现在作为临时的医疗船 由于附近的医院受到地震影响 大多无法运作医疗量能吃紧 因此才需要动用军方的船舰 来当作临时的医疗中心 7300多顿138公尺长的 拜拉克塔吉战车登陆舰 成了容纳将近600张病床的海上医院 台式采访团队来到土耳其南部重灾区 哈塔一省的德尔特约尔港 目睹这艘临时医疗船 如何替当地紧绷的医疗体系 疏解压力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相当空旷 因为救护车跟运送物资的车辆 是可以直接开上来的 像是旁边就堆放了相当多的物资 土耳其自制登陆舰火速变身 从甲板上的报道处 到后方诊疗区以及病床区 让人仿佛置身医院 X光机 超音波以及外伤救治设备 应有尽有 军方也另外为传染病患 设置隔离专区 因为这里不只收治地震伤患 也要接收求助我们的其他病患 数十名医护人员自愿登陷伸出援手 地震发生至今 这艘医疗船已经收治了大约3000名患者 几天以来持续登陷就医的灾民 包含不少病童 根据台式采访团队了解 每一天都会有来自附近的小儿科医师 加入爱心医疗的行列 协助灾民渡过难关 特派记者刘仁豪林炳舟 在土耳其德尔特约尔港的采访报道